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这是我们系统性的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讲 现在的教会已经很少像我们这样讲到 你知道在二十世纪十九世纪他们讲到 都是一段一段的讲 我们现在都是大段大段的讲 他们一节都是一章一节这样的讲 可能讲完一卷都好几年 我们因为好几个讲员 所以我们都是自己讲自己的那一卷 我是负责讲约翰福音的这段时间 我们讲到了第十讲是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五章 一共出现了四个神迹 每一个神迹都启示出耶稣基督神性的一部分 并且那个神性到今天可以活在我们当中 可以被我们经历 而从这一章我们要看到耶稣是物质的主 与生命的良 耶稣是物质的主和生命的良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神迹 是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 到底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 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很普通的神迹 就是它把东西从少变多嘛 可是五千人吃饱是什么意思 可能大家不了解 那个五饼二鱼 是一个人一顿的午餐 五千人是指南丁 如果加上老人小孩大概一万人 所以一顿午餐要给一万人吃饱 所以就等于是一万倍 来 现在每一个人想想自己的财产 想好了没有 信耶稣可以得一万倍 你要吗 没有人敢讲对不对 没有人敢讲 就是你怀疑耶稣的能力 我没有在开玩笑的 我没有在开玩笑的 昨天我到菲律宾去 是为了亚洲尼西米中心 我向一个弟兄说 请你奉献一块土地 是五千到六千平方米 大概就是两千 是两千吗 不到两千 这个瓶 然后请他盖一个房子在上面 那个房子盖出来要一千万美金 所以加上土地是一共三千万美金 我跟一个弟兄说 你能出吗 结果有人告诉我说 你好可怕 你怎么敢像一个人要三千万美金 我可以告诉你 我并不是随便跟别人要钱的人 我相信我应该没有跟你们什么人要过钱 那我为什么开口跟他要三千万美金呢 因为他如果可以奉献出三千万美金 那就表示上帝一定是给他三千万的几十倍 几十倍嘛 最少对不对 他才有可能嘛 不然他怎么可能奉献三千万美金呢 那是不是我贪他的财呢 我告诉你我没有 我完全没有 我是相信神 我不是相信他 那我这样讲的时候呢 我不是得了便宜还卖官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 而是我相信 如果神要做就没有困难 那就是这个神迹所说的啊 一个小孩子拿出五饼二鱼 神可以把它当场 当场还不用累积 不用时间 马上分出来 所以他们说哇还剩下十二个篮子 剩下十二个篮子 大家是蛮小心的 你知道了吗 掉到地上捡出十二个篮子 有一万个人才捡出十二个篮子 到底这个神迹是不是只是这样呢 他当然一定是这样 但他是不是只是这样呢 其实这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也是极少数四本福音 都有讲到的神迹 而特别是约翰福音在记载 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呢 就把耶稣为什么要做五饼二鱼的神迹 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解释 今天我们可能比较喜欢 刚才我讲的那个一万 喜不喜欢啊 你们教会真的是太属灵了 都不管物质的啊 当然喜欢嘛 谁不要一万倍呢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一万倍 以及耶稣还做了什么 如果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神性 以及他做事的事情 我们不了解 我们难怪活得非常贫穷 我们教会说 呈现真实的自己对不对 然后充满上帝的荣耀 你都不知道上帝有什么荣耀 你怎么充满 然后迎向贫穷的世界 早上我们再讲 有多贫穷这个世界 有办法吗 因此 当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很盼望的 不是在跟你们讲说 怎么样让你变成有钱 或怎么样让你变成赚钱 今天基督教的教会里面 常常讲这些东西 我不是说不可以 可是只是这样吗 光这样有用吗 还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耶稣在这边到底在做什么 而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是 约翰在解释耶稣 做这件神迹的时候 是用耶稣自己所说的话 耶稣自己解释的 他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神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当耶稣说 这个神迹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抓住 这个神迹的意义 那耶稣到底怎么说呢 他亲口说什么呢 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刚才我们不是说 一个五饼二鱼 一顿的午餐 等一下我们会吃午餐 对不对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我们上个礼拜 同工们决定说 我们好像吃得太简单 因为我跟他们讲 像我都是下午四点 都饿到不行了 我还没参加你们中午的运动 所以我下午四点 我都饿到不行了 可是我是饭跟饭之间 是不吃东西的 已经几十年了 我只有吃早饭 午饭 晚饭 所以呢 四点肚子饿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我们同工们决定说 我们把午餐 让大家吃饱一点 我想挡到五点半是可以了 所以今天我们会比较好的 大家都想吃好一点的东西 可是如果一个午餐 可以变出一万个午餐 没有一个人不要 没有一个人不要 可是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所以我请问你 耶稣要给我们的 除了那个物质 因为当场是变出物质了 他还说那个粮 是谁啊 是他自己 所以他自己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里面 我就不要管什么东西了 那因为耶稣是好的嘛 对不对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讲 耶稣是好的嘛 我问你 你里面好的的一万倍 要不要 满足一万倍要不要 笃定一万倍要不要 生气一万倍要不要 不要了嘛 但耶稣不会有那些东西 耶稣是好的 满足一万倍 忧虑拿掉一万倍 所以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在这边 所说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我从你们的眼睛看出来 你们并不相信 耶稣所说的话 不不不 我这样讲不对了 你们并不相信 我讲的耶稣所说的话嘛 对不对 因为是我讲的嘛 对不对 我今天就要带你来看 从这一段圣经当中 我们要来看 清楚看出 耶稣所讲的话 有几个层面 就在这段圣经的里面 第一个层面 耶稣可以 以少变多 满足我们物质上的需要 这个下次要调好 我们都有 送过来的资料都是好的 所以你一定要调到好 不然的话这个品质有点差 耶稣可以以少变多 满足我们物质上的需要 有些不了解基督信仰的人 对基督教有一个误解 以为基督信仰 只看重属灵的东西 而排斥物质 也有错误的基督教思想 认为物质是邪恶的 我告诉各位 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 有时候我们断章取义的 取一节圣经 然后就说这样解释 所以物质不好 没有 我告诉你物质从来没有不好 不好的都是人心 物质本身没有不好 物质本身没有不好 不好的是人的心 教会历史上不乏缺乏这种 对物质负面否定的看法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当然我们也发现 很多太看重物质的事情 其实看重物质是人类的通病 很多人把物质据为己有 而忽略了其他的人 也有人享受物质到被物质控制 我去菲律宾已经二十几年 我每一年都去 去好多次的服饰 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有钱人 跟没有钱人的差距 而且他们是同时走在路上 你听得懂吗 就他们走在隔壁这样 那个钱都不只是几万倍 几万倍 有的人吃路边掉出来的东西 捡起来吃 有的人有钱倒不行 我这次去 我刚才还在跟同工们说 有一个牧师要到一个地方去 地名都不讲 有一个牧师要到一个地方去 有一个基督徒说要接待他 他就跟那个弟兄 他知道他家里有钱 他就跟他说 他说我们就简单地住一下好不好 他说好 他说你们几个人过来 他说我们三个人过来 他说我们三个人 你帮我们预备一个小房间 我们三个人住就可以了 他说好好好 后来到了时候 他说怎么可能三个人住一间呢 是一个人住一间 而且是一个人住 一栋小木屋 他们家才两万八千多平米而已 他们家才两万八千多平米而已 我1992年第一次去菲律宾 是去开一个会议 一个国际的会议 我看到那个我们去的那个club 的那个菜单 因为我第一次去 我就问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就问问问 问了以后呢 我已经问了他们的一般老百姓的薪水 是多少 就是那些工人 菲律宾有工人很多嘛 劳工嘛 我问了他们 那是1992年 我打开那个 我没有一样菜可以点 没有一样菜可以点 他给我们点头道 然后汤 然后沙拉 然后煮菜 这样子 点下来 我没有一道菜可以点 因为我这样点下来 会吃掉他们一般人的薪水的好几个月 你都不敢相信 那个差距有多大 所以物质可以很多很多 也可以没那么多 有人享受物质到被物质控制 比如说你被酒控制 有的人被名牌控制 我也不要叫你举手 有人被名牌控制吗 我都没看见 但是我鼠林的眼睛也看见某些人 有人被享受控制 什么叫做享受 就是享受那个享受 听得懂吗 那个刷卡的感觉真好 一刷过去就有成就感 那是一种被物质控制 但我刚才说的 有钱本身不是罪恶 物质在基督的眼光里面 也不是邪恶的 事实上 物质是谁创造的 是神创造的 那为什么创造邪恶的东西呢 就可见没有问题 邪恶的是人的本性 邪恶的是人的犯罪后堕落 所产生出来的性格 而物质只是引发人性 丑陋那一面的一个因素 你不能因为这样就把那个东西拿掉 它是中性的 可是在这同时 我稍微差题讲一讲 大家不要一直羡慕有钱 也不要一直羡慕无止境的钱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 都不太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能承担有多少钱 都不一样 你无法承担的钱拿到你身上 你就会被摧毁 所以麦克阿瑟的那个祷告 是很有道理的 不要给我儿子太有钱 也不要给我儿子太穷 我们应该做这个祷告 不要给我 我不能承受得住的物质 可是我们整个的动作 都要想拿到更多的物质 对不对 我常常这样讲 在本教会就已经没多知道 我在外面跟别人讲 就会这样讲 凡是你用不到 你今生赚到用不到的钱 都不叫钱 对吗 对你而言 对别人当然是钱 对你而言不是钱 所以我为什么这次去菲律宾 我跟那个人说 请你奉献5000平米的土地 到6000平 后来有人写给我说 李长老你跟他要太少了 你要跟他要1万平米 我们不是贪他的钱 我告诉你 我正在把他 不要用到将来会丢在政府的钱 我让他转成 让别人可以享受的钱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钱你一毛钱不掉在我手上 我飞过去弄个半死 劣力要命回来 昨天晚上 真的是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累到讲不出话来 我两个晚上都没有什么 所以在那边咳到不行 因为那边的冷气很冷 那个 旅馆的冷气关了 但是因为它四面墙壁是冷的 你知道像菲律宾 印尼这种国家的 那个旅馆都好冷 你关了也没有用 知道吗 因为它的墙壁已经 整栋大楼已经开冷气 开了今年累月 从来没关过 你就是把冷气关了 隔壁的冷气 透过墙壁还是给你供应 那我不真的开玩笑的 你们的衣服 好像没有出过 见过四面的样子 所以你知不知道 一栋冰冷的房子 要开暖气到它暖 墙壁也不冷 至少要12小时 通常要24小时 墙壁才不冷 那暖气要一直往外弄 那外面 问题是外面的冷气 一直进来 外面的冰的天气 外面是结冰的 所以一直进来 我冷到 我渴到 我都是半座的睡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什么好处都没有 如果那个工作做起来 亚洲尼西米中心做起来 我会更累 他们跟我说 亚洲尼西米中心做起来 你立刻要移民到我们这里 不然谁帮我管这个东西 那个人跟我说 你必须过来 我出钱帮你移民过来 移民到这里 我说那也好了 我老了移民菲律宾也好了 因为我老了移民菲律宾 那里是有钱人会照顾我 这里没有人会照顾我 对不对 你们照顾我吗 没有人吗 没有人要照顾我 我要去那边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会有非常多的人 我在这里不要讲了 传道人就在这几年 会有很大 华人传道人会有很大的变动 我们必须先预备 华人传道会有很大的变动 现在欧洲 美国的教会 已经准备要接收 很多的传道人 华人 因为你不面对 你不先预备好 到时候会来不及 所以物质并没有不好 我再说一次 你到底有这么多钱 你要做什么 有的人跟我说 留给我的孩子 我求求你 不要留给你孩子太多 我真的告诉你 我知道好多人 我知道好多人 还不是最有钱的人 我不是想说 一般给他孩子 留个什么 几千万台币的 有没有 你知道你给他 留这么多钱 是什么意思 是暗示他 其实你没有暗示他 他早就心里 帮你算好了 你留给他的钱 他可以二十年不工作 每天还可以做很快乐 还可以活得很快乐 可是我问你 一个人二十年不工作了 二十年之后 还会工作吗 你不要相信这个话 如果你还给孩子 留那么多钱 你就是告诉他 你不用工作 你用我的钱就够了 那些孩子们 都还被动收到钱 对不对 不是你主动 他没有跟你要 是你给他的 所以所有的钱 要用在什么地方 其实一个基督徒的父母 要好好想 一个基督徒的 这个年龄的 四十岁以上 你就要开始慢慢想 五十岁你要怎么办 六十岁你要怎么办 我去找那个人 谈这个钱 是因为他已经八十岁了 我说你要留给谁啊 你赶快奉献出来 我们帮你弄 他就说如果你帮我弄 你要搬过来 我说好 等弄完了 大概还要三四年 我说我说不定 考虑搬过去 到底没跟你一起 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物质的本身 是没有不好的 可是耶稣 却可以做这件事情 他可以以少变多 我们一起来读 六章的八到十三节 那我念一节 你们一节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对耶稣说 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 众人就坐下 数目约有五千 他们吃饱了耶稣 对门徒说 把剩下来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那我先解释一下 这个经文 十三节说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 我们以为大麦饼 是用大来形容麦饼 不是 那个麦叫做大麦 不是小麦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不是大的麦饼 是大麦做的饼 其实那大麦饼就这么大 不是这么大 是这么大 所以五个大麦饼 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 不然小孩子怎么带 五个大麦饼啊 我大麦饼 对不对 所以是我们的误会 它就是五饼二鱼 这样子 五饼二鱼就是我们吃的嘛 在那个时候的物质 这样就很不错啦 有五饼二鱼就不错啦 好 这一段圣经的记载 我们就发现 原来耶稣并不轻看物质 当时有五千人 刚才说五千人 别的地方是写说 南丁五千 这里简说五千 还有小孩子 还有妇女呢 好几千个人 跟随耶稣来听他讲道 其实是听完了讲道 他的门徒跟耶稣说 这里人太多了 我们等一下还有 中间break之后 还有聚会 对不对 所以请你让他们去村庄吃饭 吃完了再回来 他有一万人 那一个场地 你如果去圣地旅游的时候 他会带你去看那个场地 大概是那个地方 他会告诉你 大概在这个地方 那个附近就是有村庄的 所以他们只要散开 吃完再回来 大概耶稣是为了节省时间 就说不要 就你们给他们吃吧 其实耶稣是要适事门徒说 你们知不知道怎么样供应给他们吃 后来有一个人 就是他的门徒当中 有一个人 对不起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兄弟 安德烈对耶稣说 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 两条鱼 就是他拿出来了他的午餐 当他们肚子饿的时候 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 耶稣就让食物成为他们肉身的帮助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肉身 这个东西很容易理解的 我们身体受灶的时候 神就立下了这个机制 孩子一生下来立刻就要吃 立刻就要喝奶 然后随着他年龄的长大 他就一直吃东西 一直吃东西 一直吃东西 如果你不吃东西 你就会 当然会死啊 你没看到最近肯亚的消息吗 有一个叫做马肯西的牧师 他说我听见耶稣说 我好怕你们听见耶稣说话 听见耶稣说话 看圣经就好了 我听见耶稣说 肯定我在地上传福音九年 日子已经到了 四月十五日 撒旦就要掌权一千年 他带领的那些人 很多人都已经饿死了 他就告诉他们说 他告诉他们说 饿死的人可以立刻见着耶稣 现在已经挖出 一百多具尸体了 还有四百人失踪 你不吃饭就是这样子 谁叫你不吃饭啊 有饭不吃是你自己不对 所以我们的身体 本来就需要吃饭啊 耶稣就立下了这个机制啊 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五秉二语的神迹 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 耶稣不仅用他的话 喂养教训开启 责备这些来跟随他的人 等到他们真正肚子饿的时候 耶稣就用食物 让他们得到满足 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 神并不忽略我们今生的虚用 在我们的虚用上面 耶稣从不吝息实行神迹 我再讲一遍 你要听清楚啊 有人说在我们教会讲到 三十秒没有听见 后面就跟不上了 真的 耶稣从不吝息 实行神迹 在我们的需要上面 如果我们真的有需要 再讲清楚啊 如果我们真的有需要 神看重我们的需要 以色列人在旷野 是神让他们走旷野 当然是他们的错 神本来让他们三个月可以到 他们走了旷野 走了四十年 是因为他们背叛神 所以让他们走旷野四十年 我问你 神让他们在旷野走了四十年 有二到一次吗 四十年 一百万人 神每天供应他们吃了 他们吃玛纳 吃了四十年 四十年一百万人 神没有一天忘掉 神没有一天忘掉他们的食物 而约翰福音第六章在这边记载 在加利利的旷野 当他们听完耶稣讲道之后 耶稣也用五饼耳鱼让他们吃饱 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相信 你我应该相信 神爱我们 他不至于让我们在生活上有缺乏 我再讲一遍了 神爱我们 他不至于让我们在生活上有缺乏 大家一起念 请 神爱我们 他不至于让我们生活上有缺乏 但在实际的经验当中 我们看到有些人有缺乏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看到了 可能我们也自己曾经有过 经缺乏的状况 甚至在我们当中 今天也许有人 现在正在缺乏的里面 你说那怎么解释呢 其实解释这些事情 有很多的面向 就随便讲一个 有的时候耶稣也故意让我们缺乏 看我们怎么想办法 那这是最主要耶稣要做的事情 我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祷告 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改善了我们的环境 我们就要 感谢主 感谢神 如果我们有一个需要 我们祷告了 神没有解决那个问题 又没有改善我们的环境 我们就要 这是我们教会 因为这是圣经出来的 只是我归纳出来的 要更感谢神 为什么我们的问题 现在没有解决 是因为神要给我们 一个学习的机会 而这个每一次的学习 都是让我们的属灵 往上走一步 这是我几十年的经验 每一次的困难 如果我祷告 神没有垂听 我以前的时候会抱怨 我会跟神吵架 吵是一定要吵的 因为祂是可以跟你吵架的神 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 没办法解决 我们一直想 为什么这样 我们除了检讨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全部检讨完毕之后 我们还是不能改变那个环境 还是不能解决那个问题 我们就要更感谢神 更感谢神 我真的不骗你们 我昨天前天 不是咳了两个晚上 都没睡吗 都没睡 我就一直醒来 然后我身上虚汗 起来换三次衣服 连那个背都全湿 虚汗 后来我 因为跟秋华睡隔壁 我又怕吵到他 我就去沙发睡 为什么呢 因为我动来动去 动来动去 而且那个整个床是湿的了 虚汗 我感谢主 没有抱怨 没有抱怨 因为 不管你怎么解释 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相信 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 我感谢主 我说我没问题 我明天照样工作 我照样服侍你 有时候我们祷告 神确定是神 特别的恩典和怜悯 有时候神 不确定我们祷告 没有成就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先感谢他 因为后来你会看见 神要做的事情 非常的奇妙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哎呀我们有缺乏 我们正在缺乏 但问题是什么是缺乏呢 什么是缺乏呢 会不会我们以为的缺乏 并不是真正的缺乏 会不会我们只是 想要更多的享受 所以觉得自己缺乏呢 我希望我们教育的弟兄们 都听进去这些道 我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会有缺乏呢 会不会我们总是 不满足于我们 现在已经拥有的 所以我们觉得有缺乏呢 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我不在我们教会试 我在我们教会试过几次 我叫你把你的总财产加起来 你总财产了 包括你的动产不动产 所有东西都加起来 可以变卖 全部换成现金 因为这样比较好计算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问说 比如说我就问说 有五百万就会满足了 请举手 有一千万满足了请举手 大家都诚实举 举举举 举完以后 所以我就说 刚才你举手的那个数字 一定是你还没达到的数字 你才会举手 有听懂吗 没有例外 当你有三百万的时候 你就不满足 你一定要五百万 你才会满足 然后当你说五百万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有五百万的时候 你五百万你不会举手的 你会举一千万就满足了 可是到了一千万的时候 你会一千万就会举手 不会的 所以人永远不会满足 可是问题是 多少你才会满足呢 我跟你们讲 我很可能今天就死了 我是不敢讲你了 你说我揍你 我揍我自己可以吧 我如果今天死了 我银行的钱还有剩啊 你听得懂吗 根据几年前的调查 冰箱打开来 还有食物的 是全球前百分之八的有钱人 各位都是 所以你就不知道 世界上有多少有穷人 那我们还觉得不满足 觉得我这样不够 我还要更多 我没有说你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观念 我也没有说 你就不要赚钱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没有说你说 我现在已经财务自由了 我就不工作了 没有 工作有另外的意义 工作并不是为了赚钱 对吗 工作并不是为了赚钱 可是如果你是为了赚钱 而不满足 说我这样不够 我告诉你 可能我们的观念 是有问题的 或者更有可能的是 我们看到别人 比我们有的更多 而觉得我们自己缺乏 这叫做攀比 为什么他 这个红仓就穿得比我好呢 对不对 为什么他住的房子 就比我的大呢 他开的车 开的比我好 为什么他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是只讲物质 我只讲物质 别的我们不拿来讲 今天就要专门讲物质 因为今天讲物质 因此如果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到底还需要什么 我们到底还需要什么 或许我们客观上 不必需要再多 更多物质了 那如果你还觉得缺乏 那就是我们主观上的不满足 我们主观上的不满足 如果我们在最基本的生活上面 有缺乏 我可以告诉你 耶稣从来没有做事不顾 在基本的生活上面有困难 你说我曾经试过 我曾经遇过 在基本的生活上有困难 那就是神要提升你的机会了 那是神特别的恩典 所以我常常说 要趁着在受苦的时候 经历神 因为受苦的这段时间 很快就会过去了 你就没机会了 你知道人很难 在顺利的时候仰望主 所以受苦是神特别的恩典 所以有一句话说 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 无论是哪一种的受苦 就在那一天他们有缺乏 耶稣就用五个饼两条 让他们得到满足 所以耶稣的确是可以 以少变多 这是圣经的记载 也是我们的经验 在那一天他们真的没有食物吃 并不是因为他们偷懒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带食物 故意试探神 谁讲到耶稣讲到 讲这么长呢 对不对 而且他们也不肯走 他们也不肯走 所以他们真正在跟随耶稣 听耶稣讲到 而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 耶稣能够用五饼二鱼 一个人的午餐 让上万人吃饱 而且还把零碎收拾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殷勤努力 不可归咎于我们 而我们仍然缺乏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耶稣到今天仍然实行 以少变多的神迹 在今天他仍然做 因为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我上次也讲了 像我们这种人在研究所 一年级写的学期报告 可以去登军法专刊 我的毕业论文 硕士论文 可以登法学重刊 我如果没有记错 那一期还有我的老师 都在同一期上面 我打开来看到他的名字吓坏了 他看到我的名字 他也吓坏了 对不对 这些神都会做啊 神都会做啊 我还是真的有一次 有一个人 清早来按我的门铃 他就 我说什么事 他就拿给我一个信封说 李长老 赶快拿去 我说怎么了 他说神要我给你的 我说哦 我说哦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因为他拿来就一定是钱嘛 他就说 他说神要我给你的 我说哦 然后他就说 好了好了 就先这样 后来他在电话里面告诉我 他说昨天晚上上帝半夜起来叫我 上帝半夜起来叫我 说给李健写一张支票 这样子 那时候我根本没钱 我银行剩下三百多块 我都不知道 我还那第二天要去银行领钱 剩下三百多块 我要去银行领钱 三百块 这里有法国来的人 搞清楚是台币 新台币 我要去领钱 那天 他早上六七点按门铃 他就说 你知道这支票是写给你的 我说哦 好好好 他就走了 后来他打电话告诉我 说因为 因为上帝半夜把他叫起来 他就一直睡不着 他就一直祷告说什么事 神就说给他写一张支票 他就写好了支票 然后他就跑去睡觉 又睡不着 他就问说 什么事啊 神就跟他说 你写的数字 不对 后来神就告诉他 一个经文 他就去看那个经文 那个经文说 要给两倍 他说 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受加倍的禁奉 所以他就写了两倍的钱 写了两倍的钱 他就把他做成支票了 他就去睡觉 就睡得很好 早上起来赶快送过来 送过来 我也没有看那个钱 我是真的没看 我就把他放在口袋里面 说好 谢谢 感谢赞美主 因为我本来今天就要去领钱 我到银行的时候 我到银行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我领钱 你知道他打开来 他说你要领多少 我就说那我领一千块台币好了 然后那个银行行员看着我 就这样看着我 说先生你的银行里面 并没有一千块台币 我说我有多少 他说三百九十几块 我就想我说 怎么会这么惨啊 后来我说对对对对 我就说口袋里面 打开 打开 我把那张支票给他 你知道他看着你就很生气 就是你是来炫耀的 你听得懂吗 银行没钱 现金我存入银行的钱 我经历过啊 所以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为什么不怕穷 是因为我穷过了 而且在穷的时候 有时候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我这次去住比较好的旅馆 我年纪到了这个地方 服侍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 可是我服侍他们二十年 我在很多地方去服侍的时候 有时候人家给我们住的房子 我告诉你 是最便宜的旅馆 还给背包客住的旅馆 我是传道人 我是讲员 还是国际讲员 听得懂国际讲员吗 国际讲员 他从别的国家 把我请过去的 而且是牧民请过去的 给我住这种房子 我什么苦都受过 有的时候住一个晚上 出来就不会没有声音了 因为那个是 整个的房间都是烟味 我就说有没有 没有烟味的房间 答案是没有 就这间 住到没有声音 出来没办法讲到 没有办法讲到 人家也要叫你讲啊 所以趁着还有受苦的机会 要更感谢神 因为现在已经没那个机会了 现在都住好房子了 人家请我去 都给我住比较好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当然要不要坐在我们身上 我知道我们当中 有些人正在受苦 可能你的婚姻在受苦 可能你的家庭在受苦 可能你的身体在受苦 可能你的遭遇在受苦 先感谢神 问题仍然需要面对 没有说不需要面对嘛 对不对 我这一次要回来的时候 我真是写信给Brian 写给他 我说我要吃那个 叫什么 内顾醇了 对不对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 他说李哥你慢一点 如果可以慢一点吃 就慢一点吃 后来最后他就跟我说 同意了 他说好 他说你吃吧 他就教我怎么吃 我后来没有吃 我就忍住 身体不好 还是会有状况 还是会有状况 谁能够对我们自己 这么有把握 说所有都很顺利 没有 可是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东西 我们要知道神 为什么让这件事情 临到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缺乏 是因为我们自己 没有做好管家的责任 耶稣把物质赏给我们 他也是有顺序的 有计划的 有我们应该做的 因为我们有管家的责任 在这边 耶稣要实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叫他们坐下来 而且他们有 持续地坐下来 这些门徒就帮助他们 一排一排地坐下来 很多人问我说 李章老 你做这么多的事情 这么多的钱 你从哪里来 我老实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我这次去的时候 我是真的没有预备 要跟他开口 要一千万美金 我是真的没有预备好 我们是一直在讨论 然后做那个计划 因为我们计划好几个月了 就全部计划拿出来 一直排一直算 一直排一直算 后来他们就跟我说 李章老 这样总数要八百万美金 我说那要八百万美金 就开个整数 一千万跟他要 我不是因为不是我的钱 所以我要的很轻松 他拿出一千万 比起我付上的代价 他还很轻松呢 那个是一千万 是他的领头 你知道吗 我是拼上我的命 要跟他们做 他就说 我们开工 你就要过来监工 我说等你开工了 我们再来想办法 以后从那一天 前天中午我们谈完 昨天 前天下午 前天晚上 昨天一整个上午 就在安排人事 如果开工 你要从哪里调人过来 不是开工 不是盖房子 盖房子是小事 盖房子只要包出去就好了 问题是你要运营 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时台湾有一个人 要奉献给我们一块地 他指定要给我 很大一块地 我现在不要讲 因为这个地 现在已经有人在用 很大一块地 他要奉献给我 然后他告诉我说 四分之一 给你和你的教会 四分之三 你帮我做一个 双语的幼儿园 幼稚园 一直到小学 这样 那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不做这个事 我不做 因为我不会帮人家经营 双语的幼儿园到小学 他说你一定有办法 他说我这块地送给你 这样 但是你要做这个东西 后来我就没有 后来我说 这个四分之一 我来想办法吧 后来就变成有二分之一 他就说二分之一 你想办法 后来那个时候碰到 那时候的股王 某一个姓 王的 这个股票的股王 碰到他 我就跟他聊天 他就说 我就说有这块地 我说你愿不愿意出钱盖 盖 一个给传道人老的时候住的 他就跟我聊完了 他就说好 他说我出钱盖 他的条件是 他奉献地 我出钱盖 你要运营 听得懂吗 叫我提十年计划的运营计划 他说你只要提出来 我立刻就出钱盖 盖了你运营 你觉得我有那么笨吗 你听得懂吗 那个人奉献地 是他财产的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这个股王 他奉献这块土地 用的是公司的钱 不是他的钱 他捐给我们 向政府拿掉税 最后拼上面的只有我一个 那我放着教会不做 我去做那个事情 我有毛病 我说那我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想要享受的 我们有很多的欲望 我们要问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雅各书说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今天我们有些人 把自己的需要 看得太重要 神赐给他的 他都据为己有 不肯施舍 或帮助真正需要的人 也不肯照神的话 奉献给神使用 这些都是对神 没有信心的表现 我们应该 好好的做管家 不放纵自己的享受 那这样 我们就会经历到神 这个是物质的部分 所以物质在 神的眼光当中 虽然不是邪恶罪恶 但如果我们看中物质 故意看中主或主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物质对我们是个累赘 是个累赘 你知道钱多 其实是很大的麻烦 我第一次觉得 钱多是麻烦 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钱很多 然后他就很愁苦 有一次跟我吃饭 我说你愁苦什么 那个时候是二三十年前 我是一点钱都没有 我说 我说我们都没抱怨了 你抱怨什么 他说你知道吗 他说我们这种有钱人 最麻烦的就是 任何人跟我们借钱 都理所当然 并且没有返还的计划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当中 有些有钱人嘛 对不对 他说我的亲戚 我的朋友 我的父母 我的所有的朋友 借钱就是要来借 但是他们并没有打算要还 我说那我比你好多了 没有人要跟我借钱 也没有还的问题 也没有还的问题 后来我想想 他真的比我还辛苦 我只要今天有饭吃 我就结束了 对不对 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没有说 所以我就不计划 我当然有计划啊 我当然说我大概怎么办 我的房租怎么办 我的吃饭怎么办 我当然会有点想法 但是不花力气 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很知道说 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 其实圣经上有话说 就在这一段的里面 耶稣告诉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 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什么叫见了神迹 神迹我说过了吗 神迹 神迹种在 神不种在 迹 可是他说你们吃饼得饱 吃饼得饱叫做 叫做迹嘛 就那件事嘛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为我是神 你们找我是因为 你想从我得好处 这样听得懂吗 这句话对我们 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们信主为的是什么 到底为了他是神 还是他会对我们有好处 对不起啊 这么直接的问你 可能伤到你了 我相信这句话 问出来伤到一半以上的基督徒 我们信主只是为了我的好处 并不是因为他是神 如果他是神 要问他要做什么 不是我要做什么 我今天早上还有 放到 还跟他们同工们分享 因为我们早上会一起祷告 有一个同工看我这么辛苦 这么辛苦 而且我大事小事都做 而且这样弄 这样弄 我告诉你们 我上个礼拜在这边吃饱了 等一下那个茶杯 我喝的那个杯 我会自己洗 除非有一个旁边的人 是我很信任的 或者是他 他说李哥我帮你洗 或者李章王我帮你洗 我说不用了 他说你放着 我帮你洗 我真的帮你洗 我会放给他洗 不然我都自己洗 我做很多事情是很低层次的 竟然有一个人 他写给我 我在群组当中 他写一句话 他说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这叫做 用法拉利 开法拉利车去买菜 他说我在做事 是开法拉利车去买菜 我看了我很难过 我跟他说 我不是开法拉利车去买菜 他说我是法拉利 你听个懂吗 去做那件事情是不值得的 我为了提醒他 我说我告诉你 能服侍神都是恩典 我这是个破车 去帮神做最荣耀的事情 我是个破车 去帮神做最荣耀的事情 什么是最荣耀的事情 有一个忧郁症的人 起不来 我去看他 陪他一整个下午 听他讲的话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 我陪他吃一顿饭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 我陪他吃一顿饭 可是走的时候 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抱着我 说李长老谢谢来看我 这个叫做无用的仆人 做荣耀的工作 耶稣基督比我们还了不起 他从天上来到地上 因此 我们到底跟随主 是为了吃饼得饱 还是因为他是神 这是耶稣提出来挑战我们的 另外 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 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 所以耶稣没有要来做王 耶稣没有要来同管 耶稣没有要来掌权 耶稣是要来服侍我们的 所以第一 耶稣可以以少变多 满足我们物质上的需要 第二 第二 避坏了食物 满足了避朽的身体 存到永生的食物 是为了永恒的生命 刚才我们提到了 五饼二鱼 显示出耶稣是物质的主 但这一段一半的 后半段更大一段 耶稣是在讲 他自己才是生命的粮 我才是你们吃的粮食 我才是你们吃的粮食 刚才我们的光州长老 带领我们剥饼 对不对 那个饼是很简单的 刚才我在剥的时候 我就跟主祷告 我说主啊 全世界都在剥饼 用各种形式的 我们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改成用这种 最没有仪式感的 对吗 你知道那真正有仪式感的 像天主教 圣公会 英国国教 他们要剥起饼来 那就是不得了的事 那那个主教都要把衣服穿起来 那个能够轮到你拿饼 拿杯给你 拿饼给你 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 更高派的 你根本喝不到杯 饼分给你 杯 主教和 听得懂吗 我们是最 最 最 最没有仪式感的层次 最低的一种 剥饼的仪式 这是我们教会采用这种模式 可是当我拿到饼跟杯 我跟主说主啊 求你让我 真知道 你是我的主 你的身体为我剥开 你的宝血为我流出 我今天活着能够跟随你 能够服侍你 是你很大的恩典 所以虽然 我吃起来还是那个饼嘛 对吗 我喝起来还是那个杯嘛 因为我们教会 比较是纪念说嘛 那有的人是喝起来 吃起来会感觉到 吃耶稣的身体 吃耶稣的血 我也不反对 我也不反对 也很好 可是到底是我们吃了喝了 我们变成什么 吃了喝了变成什么 今天的基督徒 越来越肤浅 我希望我不是 我们同工们带领你们 也希望你们不是 越来越肤浅 就是好命 赚钱 顺利 不生病 所有事情都很好 我告诉你 圣经没有答应我们这个东西 圣经答应我们的事情是 顺利的时候感谢神 不顺利的时候更感谢神 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 真的很不顺利 气到不行 这几天 李珍他们一家在美国 全部得流感 而且很辛苦 李珍整个的扁条线 化浓 他都不敢告诉我们这一次 因为怕我们担心 他真的 他如果告诉我 这几次很严重 他就跟我说 爸爸 他说 可以帮我找医生吗 我说 那 那我说Brian 你不是认识吗 我就说 那我再贴给你 他说Brian 那我有 他就跟他联络 他就联络 我也是跟神祷告 我唯一能做事情 跟神祷告 主要他们一家四口都流感 然后可能因为流感 可能还有影响到他的 可能也有细菌 什么之类的 我就说 请Brian帮他的忙 这样 我就是这样祷告就好了 我就跟主说 你自己医治他 你自己帮助他 生病是很正常的现象 人是吃无骨杂粮的 哪有不生病的 对不对 然后一生病 就要求主医治你 我没有说不对 可是你不要一直乱生活 然后每一次生病 就要求主医治 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 你没有看到摩西是这样 你没有看到 这个 约束亚是这样子 你没有看到约瑟是这样 你没有看到 以赛亚是这样 你没有看到 何西亚是这样 你没有看到 保罗是这样 你没有看到 彼得是这样 我们都是 看了圣经 可是我们 曲解成 我们要过最好的生活 可是耶稣说 避坏的食物 满足了 避朽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一定 朽坏的 我昨天晚上突然 手机跳出来一个十年前的照片 我跟邱华照的 在华沙 我们去那边讲道 哇 那次讲道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那次也差点冷死在华沙 我们照了一张照片 在 萧邦吧 是萧邦还是谁的那个 铜像那边照了一张照片 是萧邦还是谁 我去给邱华看 邱华就说 哇 当时好年轻啊 那当然嘛 十年前嘛 对不对 当然好年轻嘛 而且十年后还比现在更老 是正常嘛 因为是避朽的身体嘛 你再怎么弄 它还是会朽坏 可是我们知道 避坏的食物满足了避朽的身体 可是耶稣说 我才是存到永生的食物 是为了你永恒的生命 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 48到51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在旷野吃过玛纳 还是死了 降下来了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而若吃的粮 便宜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其实耶稣讲的话有点难 我们没有马上听懂 我这次到印尼的 菲律宾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人是从 我从2008年代 带到现在就15年了 带到现在15年 他常常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一些 其实15年了 已经把他们磨成 很多的观念都是 很深了 他这次跟我说 他说 李长老 他说我现在终于知道 你常常说我没听懂 是什么意思呢 我常常跟他讲完了之后 他有时候因为很熟 他就跟我说 李长老这个讲过了 他这个讲过了 我说你没有懂 他说我懂啊 这样 那我就不讲了 因为他说他懂了嘛 对不对 那我就不用讲了嘛 那我就不讲了 那这次去了呢 他才见我没几分钟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现在终于说 我终于知道你 为什么说我没懂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他现在带一些人 带一些人 那他也带一段时间 他也教了很多东西了 有时候他就重复讲一个东西 对方就说 这个叶长老 这个事情你讲过了 然后他就跟那个人说 可是你没有懂 这样子 那那个人说我懂了 他突然想起来 他跟我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很习以为常 我们认为很简单的东西 对于别人 不是像你这么懂这个东西来说 是太难了 对吗 医生是不是这样 律师是不是这样子 老师是不是这样子 高管是不是这样子 老板是不是这样子 老板讲的话 员工永远不懂 senior讲的话 junior永远不懂 就叫你说服务态度 一定要好 我懂 对不对 如果你懂 我为什么还要告诉你 服务态度一定要好 那就是你怎么样 服务态度不好嘛 那耶稣讲的话也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就不懂 他讲得怪怪的 或者说我懂 其实我们并没有不懂 其实耶稣在这里 很清楚地说到 无饼二鱼 不过满足了你们 必朽坏的身体 而这个必朽坏的身体 有一天一定会过去的 可是我给你们 是我自己 是永生的食物 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生命 什么是永生的食物呢 就是耶稣自己 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身为一个人 你要花多少力去 去弄那一些 必坏的呢 你为什么不去弄一些 存到永生的呢 你知道什么叫 存到永生的吗 就是你会一直喜乐 这是存到永生的 因为喜乐是天上的东西 平安是天上的东西 平安并不是外在很顺利 平安是内心很笃定 喜乐并不是今天有好吃的 喜乐是因为我们的名 被记在天上 你想到有一天会去 你就高兴到不行 只有这喜乐 有些是永生的食物 那个我们要能够 今天就能够享受 永生的食物并不是 永生才享受 永生的食物是今天就享受 所以有些是避坏的 有些是存到永生的 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来读一遍 请 耶稣回答说 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再念一段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 还是死了 有点难 我稍微解释一下 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 因为那个玛纳是物质 所以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 物质的身体还是死了 对吗 他说这就是他自己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吃这粮的人永远活着 因为你们吃的是天上的粮 不是肉体要永远活着 听得懂吗 是灵里要永远活着 这样有没有对照了 这样有清楚了 耶稣就是说天上的粮 养天上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地上的避坏的食物 养地上避朽坏的身体 他并没有说物质不好 他只是说什么是拿什么用的 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找我是因为吃饼得饱 我告诉你 你们已经吃饼得饱了 可是如果你们找我是因为见了神迹 那你们就应该要吃我喝我 吃我喝我就是享受我 让我住在你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真正的喜乐 真正的满足 因为这个缘故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 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能够有钱 感谢赞美主 好的名誉赞美主 甚至你有至高的地位 有权势 都是好事 可是我们不能被那些东西所影响 就把眼目一直放在那边 我请问你 要一直赚钱 要不要花很多力气 要不要 要一直维持好的名誉 你需不需要努力 要不要 你要去Google上面 处理你的名誉问题 对不对 当然啊 你要维持你的权势 你要不要想办法 要啊 所以要装天眼啊 来维持你的权势啊 不然你的权势会动摇啊 你要花多少力气做这个事情 我 我没有要你们都不要赚钱 我没有 我也没有说你的名誉 弄坏了没关系 我也不是 我只是说百分比 你要怎么分配 今天我们不做这些事情 却做那些事情 所以你就会拿到很多物质啊 很多物质也很好啊 可是你又不分给别人 你听得懂吗 最后都留给银行嘛 是不是 因为留给儿女 会造成更多的困扰嘛 那留给银行 你们就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跟那个人要 一千万到三千万美金呢 因为他没有结婚 也没有孩子 他如果有结婚 有孩子 我就不会跟他要三千万 因为他没有结婚 也没有孩子 我跟他说 你这个要留给谁啊 你为什么不奉献出来 做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我认识他二十几年 他给我许多的建议 我都造作了 而且因为这个缘故 我的生命得到很大的更新 因为他是一个 很有远见的人 他教我 他教我很多的东西 我是真的 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就心里想说 你年纪这么大了 又没有结婚 又没有孩子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 做在更好的心上面呢 你帮我这么多 我也要帮你 这样听得懂吗 至于你 我是不会跟你要 三千万美金的 第一你没有 第二你有 你可以分给别人 对不对 你听得懂吗 第三你也没有 对我这么好 我干嘛对你这么好 他对我真的很好 他可能自己不知道 他没有给过我钱 他只给我idea 他给我的idea 是我认为最好的idea 所以我要帮助他 让他把钱 留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面 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 到底什么是有价值 什么是没有价值 我请各位 就在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不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懂 我们的道 我不是在高举我们自己教会 因为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人要听得到 我要你们真正享受生命 真正享受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 就是不必要为避坏的食物 劳力 要为到存到永生的食物 劳力 这两个字劳力 不是做事 不是做事 它是劳力 就是命都把它摆进去 不要为那些事情 把命摆上去 却要为了主这样做 好 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要结束了 耶稣其实他就是生命的粮 吃的人就得着了 最后一段 我们看到避坏的食物 满足了避休的身体 存到永生的食物 为了永恒的生命 那什么是存到永生的食物呢 什么食物吃了以后 让我们可以存到永生呢 35节说 耶稣说 请 我就是生命的粮 必定不饿 信我的 永远不可 耶稣很清楚地说 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 他自己就是 存到永生的食物 就是他自己 当我们得着 耶稣基督 做我们生命的粮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了 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怎么得着呢 其实就是接受 信 接受 吃 我怕你们误会 说我们教会不看重物质 你放心 我们如果不是看重物质 我们怎么会用这么好的椅子 用这么好的环境呢 我们找设计师帮我们设计的 我们为什么不空的壳子 就让大家聚会呢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很舒服 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午吃饭 要吃好一点的呢 因为我们说我们弟兄弟们有奉献 我们值得吃好一点的 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就提高 这个品质一点点 可是如果这些会影响到我们 如果我们这里搞得 大家竟然都听不到道指 看得到环境 那我们就搞错了 我们让大家很舒服 可是我们的心 却要去做那些该做的事情 当耶稣用生命的粮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你会突然明白很多的事情 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我并不是从很年轻 就想得这么多 我不是 我是一次失败 我这样做错了 下错决定了 我哪里会没有抱怨过 住那么差的旅馆呢 我当然抱怨过 我每次都跟神说 我是服侍你 他让我住这个地方 有没有点良心 我不是说他有没有良心 我不是说他有没有良心 是神有没有良心 我就跟神说 他让我住这个 你有没有良心 我是服侍你 又不是来玩 我每一个城市 我最了解的地方是三个 机场 教堂 住的地方 很多人说 哇你去巴塞罗那里玩多少 我都是有人来陪他去玩的 我自己就没有玩过 所以我希望你们来 你听得懂吗 你们来我才有机会出去玩 不然永远排的事情 永远做不完 你来巴塞罗那看我们 我就带你出去玩 我就可以玩到了 因为你也是我服侍的对象 对不对 但你又不来 我只好去服侍别的对象 那他们只有给我去三个地方 一个住的地方 一个机场 一个教堂 我真的是这一次 从布达佩斯飞到里斯本 下飞机七点半 行李出来八点半 晚上九点钟聚会 直接去旅馆了 直接去教堂了 我吃了两口饭 就直接去教堂 讲完道都已经十一点多了 十一点 十一点快半 他们说李长老 再迟一点 我说吃不下 要睡觉了 就回去睡觉了 你以为我没有抱怨过吗 我抱怨过 我从很年轻就学会抱怨 抱怨是不用学的对吧 那个是自然的反应 可是后来我就抱怨多了 我就发觉说 那抱怨也没果效 上帝充耳不闻 对不对 有时候给我们一点小恩小惠 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发觉 更大的修礼过来了 就发觉 后来就知道 要趁着受苦的时候 赶快 感谢主 赶快享受受苦的时间 然后你逼得 你不得不去找上帝 那怎么样可以得到 这个生命的良呢 就信 相信神是对的 相信这件事 这件事 神知道 相信这件事 神 许可 我最近在教学校的学生 要把过去 的受苦 过去的 委屈 过去的 受伤 今天有没有转化成 感恩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能不能把过去的受伤 当成 变成今天的感谢 过去的受伤 能够不看 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不对 过去的受伤 能够不记恨 也很了不起了 过去谁伤害我 我能够 赦免他 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是 过去的受伤 要变成 今天的感谢 就是今天 感谢神 原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对我生命是有益的 不容易 但这就是 信的人就得着了 你先信 受苦是与你有益的 我们现在完全不讲心理学 我告诉你 上帝就是用受苦 让我们经历他 事后看到感谢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信的人 就得到了 他是生命的良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 来帮助我们 因为你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我们吃了你的话 我们信了你 我们的生命里面 会有很大的好处 虽然我们起初不明白 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 我们会了解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当中有些人有 不少的钱财 我们感谢你 我们当中有些人 有美好的名誉 我们当中有些人 我们感谢你 他也有一个比较好的 运用的权利 主要但是我求你帮助我们 这些你给我们的 我们是真感谢你 我们也求你 让我们用我们的钱财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名誉 去做讨你喜悦的事情 因为你就是生命的良 因为我们得到你 这个生命的良 就是找你是为了神迹 找你不是为了吃病得饱 求你让我们找你知道你是神 听我们祷告 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用餐 我们弟兄姐妹也会有一些运动 有一些学习 求你分别与我们同在 把这一周交在你的手里 让我们常常经历你 常常享受你 我以为我们当中有些人 会有各样的活动 我们当中有一个家庭要移民 主要我也求你自己保守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体不好 求你医治 有很严重的疾病 求你保守 我们当中有困难 需要面对 需要解决 求你与他同在 你让他安心 并且你替他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有实际的难处 需要去处理 求你给我们恩典 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 心里可能还有苦毒 还有对你不理解的部分 主要求你自己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 求你帮助我们 作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祷告 求你恩待我们 怜悯我们 听我们祷告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